特别是这些关于资本主义原来这些东西 是黑主的教导 所以这个老师今天的材料 难道我想到圣经里面的几句话 不是法利赛来问耶稣吗 你觉得圣经里面的教道理哪个最重要 耶稣说第一条你要全心全意见你爱你天 第二条你要爱尽人如爱你自己 所以第二条就是你刚刚讲的 人跟人公共的关系 这是因为有天主在 对对对对 爱人如意 所以这个观念出来的经济是 社会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 是符合教会教导的社会 这个社会经验学到 原来这两个是有关系的 真的 不过再谈到说那个教会 我觉得前一阵子文 去年不是有共同 对那个同学霍姻的部门 我觉得好奇 即使在社会上发生去捡导最多的是金里教的 对 黑人教教会 不在讲话 嗯 因为他怕讲错话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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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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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在那边有便利 他一直有自己的嘛 对 我也是关心社会 比较很多的便分啊 对对对对 但我还是不会比较正常的 我是覺得很可惜 如果我說教會的人 在教會人談這個同性婚姻不好啊 不好啊 這就是全世界台灣缺氛之一 就是惡因嘛 所以說其實它並沒有移行到影響社會的這個狀況 你相對比如說像在菲律賓 在韓國 韓國的那個反送運動 之所以那麼興盛一個很大的 大學院是因為教會在後面當一個職堂 對 所以許之女會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覺得教會應該是 像以前我們那一位初見的 天將與夫子與木朵 木朵在你講 可是木朵不出生就很麻煩 所以需要像郭老師這樣的木朵出來出生 社會還是要有希望 我有跟郭老師建議 因為古大沒有政治學 可是天主教在美國在世界上 有很多政治學院 包括耶穌會的政治學院你看 宋楚瑜就拿到那裡的碩士博士 就去看 所以有一個有趣的論戰 你講 到底這種宗教人士 應不應該入世參與世術的政治 只有神父 不要說參與就是這些拜议士 議員立委市長 如果你要承承就像那個什麼 我離開神職 我離開神職